本期视频绝对是你们看到的 全网首发且独家 国内首款纯视觉开放程序场景的领航辅助车型 极越01我们提前搞来了 相信大家听到首款纯视觉 这样的关键词一定会跟我一样的好奇 纯视觉跟机关雷达方案的体验到底有些什么区别 纯视觉跑程序它到底靠谱吗 我们为了能够帮大家更直观的来了解 请来了隔壁的小鹏G9来作为激光雷达车型的代表 来一场激光雷达和纯视觉的城区大战 为了考验它们的能力边界 这次测试呢 我们搬出了我珍藏已久的魔都地狱及难度的自驾路线 从上海最偏僻的郊区开到了上海最市中心的外滩 把上海对于自驾最难的场景全跑了一遍 例如郊区能追野狗的香道 上海最拥堵的南北高架 没有车道性的小路 游客打卡地 外摆渡桥 网红批发城 北京东路 隧道之最 北横通道 禁止车 时空路段等等 下面呢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看结果 虽然说上海的交通状况并不那么的好 但总的来说啊 二者的通行效率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路况不佳的城区路段 两台车都表现的较为保守 如果不是转弯路口 一般不会频繁的触发便道 当然真遇到特别拥堵的路况 不管是人驾还是自驾 激光雷达还是纯视觉 便道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并没有因为有没有激光雷达而产生太大的差异 影响通行效率的除了车辆的便道策略之外呢 路径规划也同样重要 上海的公交车道因为有限行时间 所以两台车都不会长时间的来占用公交车道 当然除了便道策略和路径规划 也有很多的道路环境是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这次我们的测试结果 只能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参考 另外大家在意的可启用范围 目前的两台车都还是采用了高精地图的 所以地图的覆盖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VCR 除了常规路线之外 隧道高架桥下的路段 扎道市中心拥堵路段 两者呢都是能够成功启用的 小鹏的表现呢一如既往的稳定 稳定的没有什么惊喜 目前小鹏开放了上海所有的主干道 但小鹏的场景开放的就比较少了 这一次路线当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路段 都是无法启用的 不过这一项刚出道的集越联衣 倒是让人刮目相看 不论是郊区没有车道线的小路还是维修路段 甚至是一些没有车道线的双向两车道 它也都能够启用 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开出停车场就能够立即启用的状态 由此可见 有没有激光雷达和能不能够走之乱落 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么高的覆盖率背后呢 肯定离不开百度的支持 毕竟作为图商 百度在地图这一点上有着鲜甜优势 集越01的高近地图覆盖率和鲜度呢 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不过对于城区之家来说呀 路口的场景呢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有高近地图提供的鲜艳信息 路上各种不守规矩的行人和车辆也都无法避免 集越01通过路口时的表现较为保守 主打的就是一个让 例如这次路口我们就遇到了 大量无法避开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集越01呢就表现得非常有礼貌 进入路口的时候准确识变 并且稳稳地减速刹停了 遇到有风险但安全距离足够的路口 集越01的表现就比较淡定 只做了减速的处理来通过路口 当然也有比较极限的情况 在北京登陆这个路口 我们就遇到了一次开着急跑的人行路障 因为速度太快 甚至还触发了AEB 给我们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下面我们就放慢速度 再来好好感受一下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一开始这位人行路障呢 是静止的状态 并且双手环保 并没有想要冲出路口的动作 但是当我们的车辆即将进入到路口时 它突然间就一个蓄力 化身了魔都素柄天 仅余了两秒钟就冲过了这个路口 没想到的是 纯视觉的机会灵异 居然还能够准确反应 突发AEB快速制动 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 虽然说智能驾驶现在的应用 已经非常广泛了 但现在依旧是人机构架的 辅助驾驶时代 遇到危险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 该出手时就出手 小鹏在路口则是遇到了 开着急跑闯红灯的鲁班7号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儿童鬼探头的场景 但因为距离目标物比较远 没有触发AEB 所以肯定是早早识别 并且减速避让的 甚至还贴心的来一段语音提示 小心行人 不过我估计就算是 搭载了激光来搭载车型 遇到这种情况 肯定也是都会触发AEB的 毕竟最后一刻 AEB是要为我们的 安全兜底的功能 但小屁可能也是因为 先跑程区 胆子会比较大一些 偶尔也会比较强势 想要冲个黄灯 或者绕行一下来提升效率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 大部分对自驾功能不太熟悉的车主 就会容易导致接管 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体验和效率 那几月的方案 对于刚刚接触自驾的消避者来说 我觉得会更加容易接受一些 不过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各位 会更加喜欢好脾气 懂礼貌的几月01呢 还是更加喜欢强势一点 追求效率的小P呢 提到有难度的场景 考验自驾能力的场景当中 其实还有非常多 那行车中 遇到障碍物 吉悦和小鹏都有触发变道和绕行的动作 但实际执行变道 其实还要考虑周围的交通环境 就比如说 这一次啊 吉悦就提前减速 流出了加速距离 并且缓慢的前进来寻找实际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方向盘已经做好了 随时加速变道的准备了 遇到好大哥这样的位置 立刻就变道成功了 但小P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减速晚了一点 触发变道的时候呢 加速距离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驾驶员只能自己变道了 不过测试当中呀 我们也遇到了路边拍照的小姐姐 以及绿化带当中伸出来的树枝 小鹏呢都有在车道内一些轻微的避让动作 面对近距离的cutting场景啊 以及外卖小哥的拦路呢 他的也都有进行预判减速让行的动作 这次测试小鹏的表现可以说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且贴心 在面对障碍物的识别以及反应的时候 小鹏的处理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 甚至于洒水车喷出来的水柱 它都可以识别并且及时反应 只是既然咱们有这么强的能力 后续如果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上 再多释放一些可用的场景给我们体验 那就更好了 至于极越01嘛 目前在舒适性的体验上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刹车和起步呢都表现的非常细腻 并且因为有百度的加持 在覆盖率上做到了绝对的跃跃领先 而且S2界面的渲染还非常的立体真实 甚至我们还可以手动的滑动操作来查看任意的视角 两指滑动就可以把它放大到中控屏上显示 甚至语音交互也核置架座的打通 我们可以语音控制它的便道和启用 你好 开启辅助驾驶 TPA激活了 嗨SIMO 你好 向右边打 当然了如果情况不允许的话 它也会拒绝你 嗨SIMO 向右侧便道 这个可以让主家来说 SIMO取消便道 不能取消 正在基于导航路线规划便道 通过这一次的测试 极越证明了自己的同事 也间接的破除了激光雷达迷信 证明了以往激光雷达能够应对的这些复杂场景 其实只要你的视觉能力够强 就可以来应对 并且还很安全 甚至有些时候 激光雷达的车型 跑不了的路段 它还可以继续坚持的 大家都知道 激光雷达的成本高 对于自驾普及来说 难度更高 所以纯视觉方案 必然是大势所去 但纯视觉方案 虽然有着成本低 上限高的优势 同时在技术难度上 却是更高了 GUE的第一款车就敢这么做 这或许就是它敢自称汽车机器人的底气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记得一定要三连弹幕来支持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